如果你不清潔藏笛 你的藏笛就会长香菇 你就可以拿一组了 老师那你藏笛盒子的方块又是什么呢 它是否可以让我更有效率的保存我的藏笛呢 盒子里的这个方块 它是可以让你避免你的金属乐器 透过长时间的湿气 它可能会有一些湿度上的变化 所以呢它放到里面会有作为湿度调节器的作用 所以放进去你的按键比较不容易生锈 也比较不容易脏污 当然基本的保养还是需要的 可是你放进去之后 里面的湿度就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那如果我要出差的话 然后过很久的时间无法练习长笛 我需要多久的时间就拿出来保养一次呢 如果你真的长时间没有办法练习到你的乐器的话 最好是三个月左右就把它打开来 稍微让空气流通一下 然后再关起来 那如果真的很长时间不在国内 你可能出国去留学或是工作的话 那你每次一回来就稍微把盒子打开 然后看看这条布有没有太湿 那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它真的是状况不太好 那就拿去济湿那边稍微做个清洁整理 其实不会太贵一点点的价格就可以让你的长笛恢复状态了 老师那如果我的长笛长香菇了 该如何是好 该如何是好 当然把香菇吃掉啊 认真 我难道不能拿给你帮我清理吗 你都让长笛长香菇 你当然就要负责人把它吃掉了 但是小小提醒大家一下 最近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大家家里面都有酒精 但是千万不要把你的酒精直接喷在你的乐器上 你的乐器可能就会受伤了 如果你真的要让你的乐器消毒的话 请你把酒精先喷在你的布上面去 然后再去做你的乐器的擦拭 这样子比较不伤乐器 可以让你的乐器始终保持清洁和干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